朝鲜宣布在韩美军演期间 展开多项军事训练 公布诸多导弹发射细节 美日在北海道展开联合演习 但因海马斯弹药未送到 导致发射训练中止 朝鲜方面这次搞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包括做一些媒体上的舆论宣传 应该说它既有时间上的应对性 它又有内容上的反制性 美西方多国与乌克兰通话 声称继续提供军事支持 扎波罗热地区发生多次爆炸 德国北约旅首次在立陶宛展开演习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 西方国家的一边倒的 对于乌克兰进行这种输出 本质上会加剧战争的 未来的不可控的风险 它未来传递的一个敏感的意思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整个北约加强东线防御 它不是一个理论了 它是一个落地的行动 美海军舰艇现身北溪管道泄露处 俄罗斯国防部称 进行针对外国卫星的载轨事业 美军舰艇此时现身 北溪管道泄露处有何目的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美韩在半岛周边 举行联合演习之际 朝鲜宣布进行了一系列的 导弹发射训练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朝中社10月10号报道 朝鲜人民军9月25号至10月9号 进行军事训练 报道称 该训练是在美国海军航母 宙斯顿驱逐舰 核潜艇等大规模海上战力 聚集在朝鲜半岛水域 进行危险军事演习期间进行的 朝中社介绍 训练期间 朝鲜共进行7次导弹发射训练 发射了射程达4500公里的 新型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 并进行多种战术导弹发射训练 以及超大型火箭炮 和战术导弹命中打击训练等 韩民族日报称 在内陆水库发射前射弹道导弹 朝鲜是世界首创 韩国的杀伤链防御系统也未捕捉到 朝鲜方面的发射情况 这意味着朝鲜未来有可能把多处水库 当成类似潜艇一样的发射平台 若有事发生时 朝鲜除了潜艇 还可能在内陆各处水库 发射前射弹道导弹 这无疑加到了韩军的预先探测难度 邻居日本朝日电视台10月11号报道 近期每日共3500人 在北海道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双方展开将敌方部队 赶出模拟离岛的训练 还进行了美海军陆战队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和陆子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协作训练 但海马斯的射击训练 引弹药未送达被临时终止 朝日电视台认为 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并评价成军演严重失态 半岛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每日在北海道进行联合演习 时何用意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王先生 我们看到朝鲜这次是罕见地宣布 针对美韩演习的军事训练 并且公布了很多细节 您觉得这是想释放怎样的信号呢 朝鲜方面这次搞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包括做一些媒体上的舆论宣传 应该说它既有时间上的应对性 它又有内容上的反制性 这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朝鲜它就要通过类似的表态 来表明朝鲜就把美方 特别是美国与韩国 在半岛相关的水域和相关的区域 展开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视作是对于安全的一个威胁 和对地区稳定的这样一种挑战 比如说我们看它这个战机的行动 有一个细节就非常值得关注 我们说韩国在过去 它其实在朝韩的军事分界线 还有在这个黄海 它有一条叫所谓的北方线界线 以北的20到50公里 它人为划设了一条虚拟线 这条虚拟线叫战术行动线 那么这条战术行动线再向北 当然也是朝方空域内 设立了一个叫特别监视线 一旦朝方的战机或者战机编队 飞越了这个更难一点的 这个战术行动线的时候 那么韩方就要必须战机 紧急升空加以应对 这次朝方有多架战机 它这个战机编队是飞越了 更靠北一点的这个特别监视线 但是没有飞越这个战术行动线 韩方的军队仍然是这个弃飞警戒 虽然是隔着几十上百公里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 这个韩方它其实非常的紧张 那么朝方这个动作呢 一方面对韩方它是认为是一种反制 另一方面呢 其实在反制的同时啊 朝方也是人为的 它要留有余地 再者呢从细节上来看 比如说这次朝鲜宣布 它是从这个朝鲜西北方向的 这个水库里面 那么水下发射平台 来发射这个导弹的 那么其实它就传达两方面信息嘛 第一个就是 对于韩国境内的一些军用机场 它认为它有打击能力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美韩大规模的军演 它就要形成一个反制之势 有这个态势 另一方面呢 就是它自身 这个有一定的隐蔽性 那么韩方美方这个探测也存在 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能够躲避你 然后呢你未见得能够躲避我 其实传达的就是这方面的意思 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一个细节 说朝鲜这次是在内陆水库 发射前射弹道导弹 那声称呢 韩军是想要探测南上加南 您如何解读朝鲜的这个举动呢 我觉得从水库发射这个前射导弹 实际上这是朝鲜的首创 原因是在于呢朝鲜本身 它具备从潜艇上发射导弹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 美韩联合军援里 有一个设定的科目 就是用美国的洛杉矶级的 攻击核潜艇扮演朝方的潜艇 那么来整个美韩进行联合搜索 所以我觉得本身呢 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潜艇前出 那我们知道潜艇它是不可能 全天后的全天时的在位的 就它一定要有从这个港口下潜 然后潜出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如果呢水库呢 事先你做好准备 那么它在战时的时候 随时是可以发射的 它是不需要事先的准备的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潜艇的 那个省去了 把这个潜艇整个的停体 就当成这个水库的 整个这个基座就行了 然后呢从这个上面发射导弹 那么事先你是可以有所准备的 你可以事先把你的导弹 就吊装到这个水库的里面 做准备 而且一旦你准备发射的时候 它的准备时间相当短促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便捷 就是第一呢 卫星你是很难去拍到它 因为现在呢 包括美国的卫星 韩国的卫星 而且美日韩三方 情报如果联合以后 它是像对于半岛整个的情报 它是随时可以掌控的 那么你像你地面上的调动 对方是知道的 但是呢如果说我利用一些 像水库这样一些条件 而且呢我就是在室内转运 你是发现不了的 所以本身它如果说 真正就是在这个地方 事先做了部署 那么卫星你是拍不到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确实有利于 战时的随时发射 就是我事先预备好以后 你并不知道我哪个水库 是相关的做了准备的 所以我一旦发射的时候呢 对方是让你没有反应时间 那么你再完备的杀伤链 你是没法拦截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一系列的动作 都是在警告美韩 就是当下所有的演习 你可能是文不对题的 就是你所有的应对 可能在面对朝鲜的 这个现实的作战能力方面 你并没有一对应 那王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美日呢 还在北海道 进行离岛方面的演习 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目标呢 是从这个战术和战略方面 去训练美日之间 这样一个配合的程度 过去更多的是说 这个美主日从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形态 逐渐由美主日从 变为美日协同 那么具体协同 在战术上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就是双方的这个互操作性 不断地在加强 另外再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美国其实客观上 在北海道区域展开演习 就是对日本近年来的 一些具体战略的一个配合 其实日本不断地在提出 抛出它的这个离岛战略 那么如果它放到北海道 展开这个离岛的演习 针对的是谁呢 我想啊 很大程度上 就是针对日俄争议的岛屿 我们通过它的具体的 这个战术安排 包括它的这个战法的训练上 就可以看出一些具体的端倪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注意到日媒披露说 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 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严重失态 因为这个弹药的不足 导致海马斯系统中断发射 那您觉得他口中的这个严重失态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能衔接方面的问题 使得部分弹药没有送达 而且没有按照演习的时间送达 我觉得这是首先 我们看到的第一层 因为在今年9月9号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美日在延尾大岛 我们知道举行的那次演习当中 是进行了海马斯的试射的 而且试射完了以后 当时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 这个司令弗林他讲过 就试射完了以后 包括多光火箭炮系统 就是海马斯 也包括相关的弹药 就会留在日本 我觉得弹药本身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次可能更多的是 衔接的问题 因为它在北边 而延尾大岛在南部 就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也不排除 就是弹药出现了一定的紧张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海马斯 在全球使用的频率是很高的 包括有一些中多国家 你像波兰采购了500套 当然没有交付 那么此外 像整个的印太区的演习 所有区域 实际上所有的点 都看到了海马斯的试射 那如果说按照这种消耗量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目前海马斯 它在生产线的整个的库存告急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点 但是我觉得不排除第三个原因 就是可能是故意的 就有可能呢相对想控制一下局势 淡化一下局势 那么我就以这样一种形式 没有进行实弹射击 使得已经烈度很高的 这样一种整个的东北亚这个态势 出现一定的缓和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考虑 好 同时德国北约旅将首次 在立陶宛进行演习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将在边境地区 部署一支联合部队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德新社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近日访问立陶宛 视察德国新成立的北约旅 在立陶宛的首次军演 据德国军方透露 共有250名来自德国北约旅的军人 参加此次军演 同时参与军演的还有立陶宛部队 根据该计划 德国将领导在立陶宛的一个 由3000至5000名军人组成的战斗旅 另一据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0号表示 立陶宛 波兰和乌克兰 正在策划针对白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将部署一支联合军事特遣部队 以应对白俄罗斯西部边境 紧张局势的加剧 卢卡申科强调 西方怂恿乌克兰 在白俄罗斯边境开辟第二战线 将白俄罗斯拖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10月10号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 遭到数月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袭击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一与美国总统拜登 德国总理舒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特拉斯等多位领导人通了电话 美国总统拜登向泽连斯基保证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拜登承诺华盛顿将继续向乌克兰 提供自我防卫所需的支持 包括先进防空系统 美西方国家继续拱火 带来怎样的危险性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请教李女士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 与乌克兰进行通话声称 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导弹 那您觉得这么做具有怎样的危险性呢 我觉得这个危险呢 就是使得当下这个态势呢 会出现新轮的不对等 德国这个系统呢 它是中程的 会进程 射程80公里 射高30公里 就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来袭目标 比如说你战斗机 巡航导弹 直升机 它是可以拦截的 美国提供的那个NASAM 我们知道那个射程160公里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的话 它是相当于呢 把这个中进程所有的 对于要地防空的需求可以满足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就意味着 乌克兰可以对对方进行打击 而在对方反击的时候 你是可以拦截的 就是相当于加大了乌克兰的进攻性 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它上是不可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当下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从现在呢 就是西方国家从早期 我们看到提供的都是单兵的 对吧 肩扛式的这种反装甲武器 防空武器 那么到后来呢 它上开始提供像海马斯 这种重型的进攻性武器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再提供防御武器 那相当于它这个体系化的进程 大大的加快了 更不要说还有情报系统 情报系统的支持 实际上是对乌克兰作战能力的 最大的支持 就是你用你的有限的进攻力 加上一个高度精准的战略性的情报 我来引导你打击哪些重要的战略目标 那么它就可以达成很多重要的一些 实际性的战果 所以现在呢 我是觉得西方国家的一边倒的 对于乌克兰进行这种输出 本质上会加剧战争的 未来的不可控的风险 那王先生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不断拱火 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一直以来呢 美国在欧冲突当中 扮演了一个拱火者 这样一个角色 它都是要达成两大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消耗俄罗斯 第二个就是收割欧洲 从而达到对欧洲国家的一个控制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那么消耗俄罗斯的点位 就有可能增多 所以它要在这个已经燃烧起来 形成再添一把火 那么这次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就是它添的这一把柴 添的这把火 另外从欧洲角度上来说 在这个北溪管线发生爆炸之后呢 那么欧洲与俄罗斯之间 所谓能源脱钩这个态势 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这也是被迫的 而这过程当中一方面 美国的一些公司可以大发奇才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 这个布林肯直接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一个契机 那么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了 液化石油 液化天然气的供应 另一方面呢 对于欧洲整体战略 它是一个牵制 所以说美国宣布 要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很可能是牵个头打个样 现在它要召集北约国家开会 要召集西方七国集团来开会 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 就是德国方面已经马上跟进 在最近出现一些局势动荡之后 德国方面说要向乌克兰 提供防空系统 那么其他的一些欧洲大国 是不是也会跟进呢 这个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也希望局势出现变动的时候 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美国要在这个背后 继续发挥供货者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德国的北约旅 首次在立陶宛进行演习 您觉得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这个信号还是很敏感 因为大家知道 在今年6月份 就是北约马德里峰会上 北约做出了一个集体的决定 就是下一步会加强整个东线防御 这个东线呢 它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从波瑞地亚要开始 比如说像立陶宛 像拉脱维亚 埃沙尼亚这三国 那么向南上还包括整个的 我们看到就是黑海沿岸这个国家 所以它整个这条线加强下来的 那我们知道北约 它是需要不同的国家 去分担这个任务的 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德国负责的这个北约旅 就是它未来承诺 它会在2025年之前 要有2500人到3500人的 一个旅计部队 要进驻到立陶宛 主要是由德国国王军来负责 那么当然包括立陶宛相关的部队 也包括一部分的多国的部队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数会很少 那么现在这次 那么德国防长去到现场去看了演习 整个人数实际上也就是250人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雏形 但是这个雏形 它未来传递的一个敏感的意思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整个北约加强东线防御 它不是一个理论了 它是一个落地的行动 就它不仅仅是一个临时的驻扎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谈过 美国把它的所有的驱逐舰 是吧 分别开到三个国家的港口 进行联合的演习 手把手的 那么现在就是相当于各个国家 按照北约框架下 它会行动 就是你的部队你必须要到位 到位以后 这个区域所有的指挥权 是由你来负责的 所以德国未来 整个对于立陶宛 它的相关的防卫 它是有责任的 就相当于是实打实地 把自己的整个的 北约的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国家 它的军力加强到相关的国家 那么这个本身 对于未来它潜在的 比如说抵挡俄罗斯整个的 向前的进步的进攻 它实际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作战部署的方案 那林女士 我们还关注到 白俄罗斯总统近日表示说 西方国家正在策划 针对本国的恐怖袭击 同时还说是怂恿乌克兰 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开辟第二战线 您如何看待目前西方国家 对于白俄罗斯的 这些策划行动呢 这个行动其实本身 按照白俄罗斯现在这个表述 我看到官方的表述 它讲的是 目前的乌克兰 已经把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大桥 所有的大桥都炸毁 我们说这个消息 因为现在还在进步的核实 就是是不是如果是这个情况 如果是 而且进行了三道布雷 就是防坦克兵的布雷 那么这个态势 我觉得它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目的很明确 一个就是当然是阻止 白俄罗斯部队 直接从北部南下 就是我先把这个通道 给你挡住 这是首先的第一条 就是防止未来的 白俄潜在的攻击 但是我们说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一个态势的 这个展示 就是说 那有没有可能 那对于白俄罗斯来讲 理解为 那你是对我直接开战 因为你虽然在边境 但是这个也是 白俄罗斯的重要的基础设施 如果按照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定义 你对我发起了打击 我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我就有权利对你进行反击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它就相当于把目前的 原本是双方 它扩大到第三方 而这个第三方 它肯定传递的信息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 你看白俄罗斯总统 卢凯申克他讲 目前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 联盟部队有可能要部署 那么我觉得首先就是 基于这样一个事态的反应 就是你这样已经 对我进行开战 那我就需要做相关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重要的点是在于 这个信息是不是真实 就如果是真的 乌克兰就已经发起了 对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 基础设施的打击 那我觉得它会导致 事态的进步升级 好 除此之外 美军舰艇近日现身 北溪管道泄露处附近海域 而俄军宣布将进行 反卫星武器实验 我们来看短片 据德国媒体9号报道 德国海军和联邦警察 已派出一支联合调查队 前往波罗的海 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水域 对北溪天然气管道 两周前发生泄漏部位 实地侦察 10月10号 丹麦广播电视台报道 在博恩霍尔姆以北的 波罗的海上空拍摄的航拍照片显示 美国军舰保罗一格内修斯号驱逐舰 在靠近北溪一和北溪二 天然气管道泄漏处的地方巡航 据美国海军称 这艘驱逐舰正在波罗的海巡航 此前据路透社7号报道 在瑞典方面 9月26号检测到 博恩霍尔姆岛东南方水域 疑似发生水下爆炸 大约同一时间 一架从冰岛出发的 美国海军P-8A海神号 反潜巡逻机 正飞越北海上空 前往波兰西北部 几个小时后 又飞到北溪二漏气点附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就此报道向美国军方求证 美国海军发言人 哈马拉·劳伦斯 9号回应称 确有此事 但解释说 那架军机当时正在执行 例行波罗的海海上侦察飞行任务 与北溪管道泄露事件无关 此外 据俄罗斯报纸网10月11号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正在针对外国卫星 开展载轨试验 最近一年中 俄罗斯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其他太空监测系统和防空系统 共监测到150多次 本国和外国弹道导弹发射活动 和航天发射活动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还对卫星进行了监视 而俄罗斯正在实施的反卫星计划 让美国感到不安 美国经常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而与此同时 五角大楼本身也在这方面 开展相关工作 美军舰艇此时现身 北溪泄露出附近海域 有何目的呢 防武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此前 北溪天然气管道 发生泄露区域的上空 出现了美军的P-8A 那么现在美军的驱逐舰也路过于此 目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北溪事件 那个北溪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瑞典方面宣布 它已经开始了相应的调查 并且得出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的结果 那么瑞典检察院调查结果指向 就是说这个事件 人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而且在增加 但是对于这个各方 包括外界普遍观察的 普遍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方的问题 它似乎没有更多的指向性 这就意味着呢 接下来这个调查还会继续 而这个调查所面临的 这个复杂的这种海域水文的状况 还有更加复杂的这个地缘政治状况 那么可能会是一场 旷日持久的调查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 各方之间的这种相互指责 和这个口水障这个现象 还会持续下去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两个情况我们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这个无论是瑞典 还是相关方丹麦 都把这个事件的另外一个 重要相关方俄罗斯 排斥在这个联合调查之外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说 我们要展开单独 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未来俄方不参与 而美方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 它从这个国际视角来看 它肯定它这个声音 要比俄方要高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且不论 就是说这个事情 美国它是不是有嫌疑 它有多大嫌疑 你至少美国现在它不担心 任何的这个嫌疑指向它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无论是过去这个P-8A也好 还是说现在它的这个军舰 相应的军舰也好 在相关区域去展开这样一个行动 美国方面像刚才提到的 它体现自己的一个实力存在 另外还是要提到 就是当前美国也好 北约也好 它确确实实 把波罗的海当作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点位来看待的 出现任何的一个事端 美国都可以借此为由头 强化自身在波罗的海的这个存在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无论是派出这个P-8A反潜机 还是说派出军舰 其实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任务 就是要展开情报的搜集 和相应这个地区局势的 这样一种监控 请了李女士 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宣布要进行 这个反卫星武器的试验 那美国对此表示不安 但是我们看到五角大楼 也在进行着相关的工作 您觉得美俄之间 未来是否会发生一场 针对卫星的太空战呢 应该说针对卫星的太空战呢 现在看来并不遥远 因为大家知道 这次星链系统 整个在俄冲突当中的使用 使得对于星链的攻击 很早就成为俄罗斯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想这次俄方呢 能够抛出这样一个实验 是公开的 而且他讲 他针对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卫星 我相信呢 这个事上也是想刻意淡化当下 西方刻意对于俄方可能使用 核武器的话题的炒作的热度 就是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俄罗斯几次表示 包括在联大会议上讲 自己会遵守在元月3号 今年五个核大国的那个承诺 就是核大战是打不赢也打不得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个声音好像西方没有听到 所以我觉得 那么俄罗斯除了他的核武器以外 他还可以展示其他方面的能力 而这次我觉得 也同样是一个战略的威慑能力 就是我可以对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卫星 进行潜在的攻击 我展示这种能力 所以这些信息的透射呢 它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俄罗斯现在一些实实在在的能力 比如说呢 对于载轨卫星的跟踪能力 我们知道要是跟踪 包括靠近 包括接触 那当然它就潜在的可以击毁 就这个能力肯定是进攻性的 同时呢 它展示的它这个激光 照射致盲的能力 就是1500公里的这个高度 我可以让对方的卫星致盲 同时第三个呢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探讨 对于未来星链可能的打击能力 因为它无论它做了什么 它只要说出了这个反卫星试验 那我觉得所有的人 首先第一时刻联想到的 就是对于星链的攻击 所以这里面呢 很多的时候 它一方面是心理战的成分 舆论战的成分 同时呢 我觉得也有技术的对决 就是在当下的这个特殊的战场 那么对于对方的卫星的干扰破坏 也是战争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是防务星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